开心垂垂 vs 蛋蛋 究竟谁更强 一边是垂星的放屁大王 开心垂垂 一边是垂星的闷骚男 屌毛蛋蛋 这两者要是打伤一场 谁更强 先看垂垂 垂垂作为垂星的天选之子 不仅能够只身扛下如来神掌的全力一击 并且一个屁的威力 就能够将整个森林毁于一旦 且还是最为正义的代表 孤身一人就能够来到蛋总的基地 救援小伙伴 与蛋蛋大战三百回合不说 随意的一招小长线技术 更是拿捏的淋漓尽致 再加上自己制作的特效 简直堪称垂星最厉害的男人也不为过 但是另一边的蛋蛋也不容小觑 战力同样高的可怕 一手人者之术 那操刀的堪称完美 只需要一个念头 就能到达任何想去的地方 飞剑耍的也是神乎其神 男神都给他取了个名字 叫剑人 并且他的手底下还拥有着诸多的宠物 随意一个宠物 都是你没见过的玩意 且他的手机更是奇葩 直接变身长腿不说 变身后的模样 简直吓死了个人 但他能够保护蛋蛋本身的安全 瞬间冲上去 就能够将来袭垂星的怪兽全部消灭 这波操作怎么说呢 简直是遛的一批 那么垂垂和蛋蛋到底谁更强 在男神看来 就算是蛋蛋同样有着诸多的变身形态 以及战力 都远远不及垂垂 毕竟在之前的一场历练之中 蛋蛋等人都被危险分子绑架 是垂垂操控植物 且召唤神龙 才将几人解救下来 所以垂垂才是永远的神 关注男神加点赞 带你观看更多精彩内容